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再次有直升机抵达拉玛干市的医院 哈马斯武装组织突然又释放人质 外传着两人是俄罗斯籍 并非以色列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不过稍早传出已经释放第六批人质 十名以色列人还有六名外国籍人士 其中双重国籍包含荷兰 德国 美国全数转交红十字会车队 抵达埃及 外界也担心双方停火协议进入尾声 面对可能再次与哈马斯交战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承受巨大压力 美国也积极介入斡旋 希望能够延长双方停火协议 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再飞往以色列 之前以色列呼吁哈马斯释放 最年幼人至十个月大的男婴 最新哈马斯武装分子表示 男婴和妈妈 哥哥三人死于空袭 以色列强调人在核实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